香港三大北王分别是谁? 一个殖民地,直到1997年7月1日,香港才再次回到了祖国的怀宝,然而在回归之前的那段日子,香港社会出现了许多抢劫杀人的流氓土匪,其中有三位名声比较大,在香港轰动一时,被称为香港三大贼王。 下面小编就带大家认识下这三位贼王,香港三大贼王三张子强。 张子强1955年出生于广西玉林,四岁随父且来到了香港,定居在了香港当时比较混乱的油麻地。 从小耳濡目染的张子强,很快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,而且名气越来越大,朱浩大富豪。 1991年7月12日,强劫启则机场装甲运钞车1亿6千万港元。 1996年5月,绑架香港第一富豪李嘉诚的长子李泽炬,那所赎金十点三八亿,震惊了整个香港,也因此被称为世纪汉匪。 后来张子强在内地被捕,依照大陆的法律,张子强被判处死刑。 1998年12月6日被枪毙,汉匪张子强走完了,他醉乐而又烦奇的一生。 张子强二夜继欢夜继欢,1961年出生于广东省汉尾市海丰县,只上过三年的小学,但为人比较凶狠。 1984年10月,夜继欢在短短20日内,在香港纠挡谢杰多监珠宝典,之后被捕。 被判监禁16年,后在服刑期间,得称腹痛成功越狱。 1991年开始,夜继欢重出江湖,在打街一家金铺时,使用了AK-47步枪射击警察。 这是香港历史上首次有汉匪使用这么先进的武器,甚至比当时的香港警察装备都要好。 夜继欢1996年5月13日,夜继欢和另外两名匪徒潜逃回香港,在香港西环登陆,与三名巡逻的警察相聚。 双方发生枪战,不幸重担被捕,后被判刑41年,后来夜继欢不服,上座后减刑为36年03个月,可惜他没能等到出狱的那天。 2017年4月1日就因病去世了,10年56岁,一级炳熊继炳熊,1960年出生于广东三水,70年代到广州做喜爬手。 80年代更是随爬手集团到了香港,曾在狱中认识了香港黑帮大哥,出狱后开始从事暴力抢劫活动。 80年代他先后截珠宝金行数个,而后离开香港返回广州,94年重新杀回,先后打劫铜锣湾和中环两间金行,并开枪打死一名路人打伤六人,劫走超过1600万的民调。 纪炳熊香港警方悬赏200万全球通缉新贼王纪炳熊。 2001年香港警方精锐部队,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,俗称欧一日前突然采取行动,搜查了港九、新界的19个地方, 拘捕了新贼王纪炳熊集团的五名等羽,行动中减获163万元现金,十七只名贵,手表,一只气枪及一把牛角刀。 警方至今仍在搜集证据,已将冷血贼王纪炳熊雷手的犯罪团火绳之余法。 纪炳熊2005年,纪炳熊被香港高等法院判处入狱24年,按照时间推算,纪炳熊要到2029年才能出狱了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